靴子落地 二选一被罚34.42亿元后 美团高开5% 10月11日消息 美团净价高开5.47% 报270港元每股 总市值1.66万亿港元 消息面上 10月8日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依法作出行政处罚决定 则令美团停止违法行为 全额退还独家合作保证金12.89亿元 并处以其2020年中国境内销售额 1147.48亿元3%的罚款 即34.42亿元 据悉 此次处罚低于此前 阿里巴巴销售收入4%的共计 182.28亿元的处罚 2021年4月 市场监管总局依据反垄断法 对美团在中国境内网络餐饮外卖平台 服务市场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行为立案调查